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套路,叫做吸血雷神 好,先看我们的职业,职业主要是执政官和祭祀者 执政官我们用浩劫形态,祭祀者我们用必死信念 必死信念就是我们吸血的含量 这个技能我们用了以后,如果不输出很多的伤害的话 它就是很难用,直接就死掉了 但是如果要是输出很多的伤害的同时,我们有吸血的话 这样就可以不怕打,而且可以很快的把敌人干掉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浩劫形态 这个浩劫形态是比较快的 然后可以攻击敌人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以后 而且它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吸取改装能量 这改装能量获得百分之百 好,看我们的装备 我们的装备就是莱托二 加一个红寡妇头饰 我们的这个圣物可以自己选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防护之心就好 可以产生百分之百的护盾 在我们吸生命的时候,我们的护盾可以保护我们一段时间 然后我在打BUS的时候用的是超导体 超导体可以给我们两次使用脊弄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两次这个祭祀者和这个执政官的技能 练两次,然后基本上这个BUS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因为技能是用电 所以呢,我们就用那个接地之石 然后用铜窗戒指 然后所有元素伤害都加百分之十 狂热者指环,这是DLC里边的戒指 狂热者指环,然后状态效果伤害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状态效果持续时间降低百分之六 虽然持续时间降低了,但是它的伤害还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又加了一个扎尼亚的恶意 扎尼亚的恶意造成弱点伤害后 然后弱点伤害提高百分之十 因为这个BUS它,有的BUS它弱点比较好打 我们刚才打的这个BUS弱点比较好打 所以用这个,造成弱点伤害 然后如果要是弱点伤害不这么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几率之确 暴击伤害提高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用的武器呢 这个是DLC给的武器 星火散弹枪 星火散弹枪我们加,它本身带燃烧效果 我们又加了一个喷意 就是电击伤害 然后下面又加了一个恶臭伤痕 然后可以打中它的弱点的时候 可以有腐蚀效果 就是三种 三种状态都加在一个枪上 然后奥秘 奥秘就是不用说了 就是它基本上都是电击 比较强的电击小手枪 然后我们的近战武器基本上没有用 我们挂了一个七级人 但是在一般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组合呢 我们可以换过来 一般平常打小兵的时候 可以把它和它调换一下 它和它调换一下 或者你用这个瘴器就可以 这个范围里面有这些东西 然后这样呢 打小兵的时候 我们的携带的物品就可以换一下 换一个这个 低于大理石 可以给我们 堡垒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干桃戒指 也是DLCD我们的干桃戒指 再加一个 又加一层堡垒 然后我们还有 以前游戏里边 这个 十支印章 所有受害的伤害 降低 百分之七 最后 再来一个 看看我们那个 在这儿 守护生物戒指 如果有敌人的时候 15米范围内有敌人 再加一层堡垒 四层堡垒 看我们上面这个 四层堡垒 然后看我们总减伤 这个时候就变成 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非常接近百分之八十了 所以在平常 跑图的时候 用这个状态 然后跑图 非常强 不会撕 好 来看我们的特性 特性我们用折磨 这是祭祀者的职业特性 状态效果 持续时间加百分之百 急速施法者 是执政官的特性 改装和技能 施放速度提高百分之五十 坚韧 护甲效果提高百分之五十 再生 每秒生命恢复提高1.5点 强壮击倍 闪避重量阀值提高13.5 这个加到九 没有加到十 迅捷 所有速度提高百分之十五 活力 最大生命 增加百分之三十 耐力没有加 精神 改装能量获取提高百分之二十 专业技能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百分之二十 树皮 所有受到的伤害降低百分之十 最后最重要就是红吸者 获得相当于基础伤害 百分之三的生命偷取 就是我们不使用技能 平常也可以偷取百分之三的生命 好 这就是我们的吸血雷神介绍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这就是我们来带来带来帮助 不准备 不能太冷 有人覃自森 你不敢 aí 莊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